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碧文胺 希望能够打消大家一直存在的疑虑或误解 我们先从名称开始 碧文胺又名NN二乙肌肩甲板甲鲜胺 我知道这个词又长又拗口 听着就让人崩溃 但是自然界和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中 有许多化学品的名称也是如此 那么碧文胺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无色液体 气味淡薄 是全球许多个人驱虫产品的有效成分 碧文胺开发于上世纪40年代 1957年开始供消费者使用 碧文胺影响蚊子的嗅觉器官 干扰蚊子发现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 和皮肤上的乳酸等化学物质 碧文胺在皮肤表面形成一道 阻止昆虫的蒸汽屏障 防止叮咬我们的成年磁性蚊子落在我们的肌肤上 从而避免叮咬 碧文胺可有效驱蚊 它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等机构认可 含碧文胺成分的个人驱蚊剂已经批准用于人类 但必须严格按照标签说明使用 大家可能见过个人驱蚊剂所含碧文胺的浓度 在5%到30%之间甚至更高 含碧文胺成分的个人驱蚊剂效果明显 一般情况下 不同浓度的碧文胺具有不同长度的保护时间 与产品的效力无关 切记这一点 碧文胺含量较高的个人驱蚊剂 比含量较低的个人驱蚊剂驱蚊作用时效更长 我建议大家在选购个人驱蚊剂时 应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习惯 挑选最适合的产品 在使用个人驱蚊剂时 应始终认真阅读和遵守使用说明 这一点十分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